大家好我是阿愁姐 今天我要做东北小吃炒茶子 小菜是大脑盆蘸酱 这是我备好的食材 肉用来做肉末酱 这个是做好的炒茶子的面 这个是大脑盆 这是我昨天到地里采的大脑盆 香菜 辣椒胡萝卜 还有干辣椒大葱 这个是大脑盆 大脑盆是熟成 学名叫小根蒜 这个菜从春天的时候 刚刚春天刚刚化冻的时候 地里就有了 一直到现在已经秋天了 现在已经到入冬了 还有它 春耕的时候 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 是两个脚 刚刚落牙的时候就两个脚 所以也叫羊脚菜 春耕的时候 地里很多 白花花的 随便捡就是了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 是绿色食品 它的味道呢 是略微有一点儿 葱味 微辣 吃起来还是口感蛮好的 下面我就要洗洗一洗 这个洗的时候啊 要注意 注意把根部的泥土洗净 要仔细一点把根部的土洗净 但是这种虚子一定都不要去掉了 这种虚子既说民间传说是治心血管病的 野生的嘛 也不上肥料 也不上啥的 还是比较干净的 就是一些泥土 这根也能吃 这茎也能吃 头更能吃了 这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啥可扔的东西 都能吃 这是我洗好的大脑伴 今天晚上再这样吃 这个面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是把包米磨掉皮 磨掉皮以后 就做成了包米茶子 包米茶子呢 要用水泡一天到两天 磨成面 磨成面 磨成面以后 就形成这种面块 面块呢 经过用热水烫一下 表皮烫熟了就可以 烫完了以后 你活一下 活完了以后 用这种作用的 茶子套 一挤就挤到锅里头 就形成 那个 茶子条了 茶子条 煮熟了以后呢 沥干净的水 用凉水过一下 沥干净的水 再配上那个 腐料 再炒炒 把这个面放到水里 煮一下 把皮煮熟了 要把皮煮熟了 这已经烫熟了 可以了 把它捞到碗里 这个面就可以挤到锅里 做成茶子 挤到锅里煮一下 然后再炒 就是炒茶子 现在开始做酱 先切肉 十分钟 做成茶子 炒成茶子 煮完 粘子 炒醋 炒得 我先把哦切成熟 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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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葱和豆腐炒不香味儿就好了 再放酱 这个酱要炒勻了 这一件非常咸的味道非常咸的 现在我开始炒散热 放点肉 不要打 Atlanta 放鱼鱼鱼去裂 薯姜 吃 설탕 上盐 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 可以 炒炒的就好了 颜色鲜 味道还好 大脑棒是我昨天在地里采的大脑棒 有一股土味可好吃 有一股土字的那种香味 可好吃 好久没吃炒炒的了 东北炒炒的特别有名的小吃 滑溜溜溜溜的炒炒的就是自己转出来转到锅里 它滑溜的口感特别好